今集將會和大家分享保持年輕秘訣 每個女生都想看得到她年輕的 不想30都未到就人老珠王 好,第一樣,我們先進髮型講話 大家都看到我最近剪斷了頭髮 我一直都是以長頭髮試人 因為以前是很想被人成熟的感覺 我覺得現在就不用了 不用成熟 是想有少女的味道 所以就剪斷了 但誰知道有很多人問 你是不是又有了 第二就是穿搭方面 我平時都會喜歡穿比較淺色的衣服 看起來整個人會比較清純 比較年輕 而且平時不用工作我都一定會穿平底鞋 當然我們不單單靠造型 我們還要有這個少女肌 皮膚要夠膨膨 是時候要跟大家分享 這支OLED的Pro X系列 這支叫做3D僅致素環精華 可以幫你提升蘋果肌 如果一個女人蘋果肌不夠版本的話 就會很顯老了 幸好我還有蘋果肌 我要這樣笑 知不知道什麼叫蘋果肌 蘋果肌 不知道 這支就是蘋果肌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洗過阿肌 不要笑 你有沒有 我有 你有什麼 蘋果肌 你笑起你 手邊就是蘋果肌 說回正經話 我們會因為環境污染和生活壓力 導致膠原流失得很快 過了25歲會更快 這支精華最厲害 它可以幫你的膠原蛋白排列整齊 原來膠原蛋白不夠多的時候 會排列不整齊 導致肌膚會下水 所以膠原蛋白數量不只要多 還要排列整齊才能知生氣整個肌膚 現在進入下面的連結 還可以領取馬鈴限時 50元現金優惠 大家快點去試試看吧 除了年輕的造型 少女的砰砰機 我覺得心態都很重要 我最近很懷念那種 以前中學生很簡單 就可以很快樂的那種感覺 我就開始找回以前的興趣 好像打球 原來我老公有喜歡打蘋果球 我們兩個又有共同的興趣 就打算以後多點出來打球 好過在家 她打她的機 我也沒有電話 最後一樣就是 大家要保持著 NATURAL HIGH的狀態 我以前是很容易會很興奮 這樣 但我覺得我現在是慢慢失去了 這件事 反而是有很多東西擔心 變得性格是很多仇善感 不知道是不是大型的世界 就是一定要這樣 都是那句 四個字 活在東下 我發覺上次這樣坐下 跟大家聊天 是容易地亂的那一集 真的很久都沒有這樣拍過影片 其實有很多東西都想跟大家分享 亦都想跟大家更加一下 我最近搞了些什麼 那我呢 就會很快開一間工作室 就是給我的無女裝品牌 另外就是要開始籌備第二本 所以有世界 對 然後還有什麼 我在想 送不送Jane去Play Group 但她還沒有認識 好像 不用那麼快就擔心 是吧? 鬆其戰 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沒有計劃的 還有一樣 其實現在已經11月了 很快就2019年 我希望今年完結之前 可以拍到夫妻100元 希望大家訂閱 還有給個讚 留買言就最好啦 Bye Bye